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醋 今天带来的开箱是一个叫做蓝手指海星的海星 对为什么蓝手指海星 因为它长得很像手指然后是蓝色的对 然后现在是已经在我的袋子里面了 我现在把它拆开来给你们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我最近是非常的痴迷着迷这种海洋生物 而且是长那种非常奇怪的 简直就是那种越奇怪越好玩 对 通体式蓝色的哇 哎出来了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它 哎怎么有点像海宝 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很像海宝 你看 蓝手指海星 因为它真的跟人的手指很像 我把它我把它拿起来看一下哦 哇 呃兄弟你是死是死还是活呀 看就真的很像一个人的手指一样的样子 然后通体式蓝色的 但是他现在 没有动哎 我我不清楚他是活还是死啊 然后他这里的触角触角也没有生长看来 哎不会死了吧 我我看一下他哦 如果说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脚上是有啊 明显的动的痕迹的话就是没有问题 嘿 好像他好像真的死了耶 但是 呃不过我觉得海星应该是挺耐 挺耐那个啥了 对吧 应该没有那么快会死了 你们是不是发现他前面已经动了一个姿势啊 他一开始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哦 好像 开始这个脚好像是放下来的 对吧 那不管了 我我先把他放到这个钢里面去看一下他 到底是死还是是活吧 因为具体的话我也不清楚他是死是活 不过好像真的死了耶 好吧 他好像真的目前活跃度比较差 我把它放到钢里面去看一下吧 好吧 然后这海星的用途是什么 跟你们说这海星 你们还记得我 养了个小丑虾是吧 所以说我要把这个蓝海星喂食小丑虾看他会不会吃 好吗 那是没的话先到这里 我先得确定他是活的呀 因为据说这个小丑虾他只吃活海星啊 好吗 zieh然后再来这沙啊 哥马人 不要怕 说这个是 its封homme 肚子窄 issy